我也是浸會人 我當然會支持邵家中 亦都對於浸大在這件事件 是表示失望 不過看今次的事件 我相信 這個可能是一個 佔中和雨傘運動之後的秋後算帳 我看邵家中這個事件 那個來龍巨脈 我是有理由擔心 今次浸大可能是受到一些外來的影響 邵家中很明顯在佔中雨傘運動裡面 擔任一個相當突出的角色 在這麼多天的金鐘大台裡面 即是他擔任這個咪手 之前亦都是佔中所謂十死時之一 所以很清楚他的政見 跟我們現在的政府對著幹 即是一個異見者 但一個異見者 他在學術上面 在他的工作上面 我們看不到 即是因為這樣 而去令到他的學術 或者他的工作 是不能夠升任的 但很可惜 我們見到雨傘之後 接二連三 都有一些在運動裡面 突出的人物被受打擊 當然包括了三指 最近也看到陳文敏 即是這個 已經去到一個最後階段 要委任他做港大副校長 都不斷拖 當然不是等法叔 就等到King Offer 等King Offer 做了下位會主席之後 我想就落刀 這些很明顯是外來的影響 我也擔心今次 邵家津事件 亦都是一些 因應著這個當權者 要向一些曾經參與佔中 和雨傘運動的人 去報復 去進行秋後選項 那我希望 我希望陳牌的有關人等 包括了黃維郭校長 這個處理校長 包括了Professor Biley 或者曾經受過外來的一些訊息 要求他們就著邵家津的委任 作一些重新考慮 甚至是否定這個任命的 我希望陳牌的管理層 勇敢出來講清楚這件事 我們看到這次的事件 亦都看到那個 如果背後真的這樣 這個秋後選項真的無緣分解 說真的 這個在浸大我們社工系的 一個青年政策實踐中心 應該就不是什麼 那麼大不了的一個機構 裡面一個副主任 其實工作我相信 都是主要就於青年政策 去做一些研究 去做一些實踐 如果連這樣一個 不是那麼起眼的一個 研究實踐中心的一個副主任 都沒有什麼實權 我相信 也都不是很多資源可以調動 這樣都要打壓的話 我覺得這個實在太過分 如果這件事是沒有這些外來的影響 我都覺得難以解釋 因為我們想像不到 一個學院裡面的院長 或者一些管理層 會突然間 就著某一些人的委任 是要求那個系 或者那個中心 要解釋 要證明這些委任 是學術上 學術上獨立 是保持著這些 軟校自主的精神 因為我們沒有什麼可能會 每一次就著那個 無論老師的族聘 或者考慮一些員工的族任的時候 會問這個人究竟有沒有讀過 有沒有讀過書 他是不是這門科學 這些那麼基本的東西 我們是不會問的 所以這次我覺得 我有理由懷疑 是一個外來的入侵 而是一個秋後算帳的行為